第七百二十章宝库 在经文都跟汪乔楚通电话时 叶凡正在另一艘船上 请太姥姥吃火锅 很有年代感的炭炉 熬成金黄的鸡汤 切成一片片的牛肉 羊肉 还有碧绿青菜 让人很有食欲 来 来 太姥姥 吃火锅 正宗的土鸡熬成的汤底 叶凡热情招呼住太姥姥三人 吃一碗 全身热乎乎的 没胃口 太姥姥板住老脸 叶凡 别故弄玄虚了 成王败寇 要杀要寡动手吧 虽然他保持着强势 还不肯向叶凡低头 但心里早就懊悔无比 如果当初善待沈碧琴和叶凡 那么沈家不仅坐拥阿婆 和太婆两款凉茶 还能成为天成一流家族 可惜他太作 太狂妄 导致太婆凉茶从手中飞走 自己的阿婆凉茶也无人问津 现在更是穷途末路 沈宝东夫妇则面如死灰 想要说些什么却最终沉默 太姥姥 我是真心请你这顿饭的 毕竟我跟你一直没好好吃过饭 叶凡笑容甜单开口 再说了 这也是我妈一点心意 别玩这些了 害猪是我拿黄金 拿人亲情的 也是我要她杀你全家的 太姥姥目光锐利 叮嘱叶凡 你已经听到我的承认 你可以杀我了 只希望看在你母亲份上 给我们三个一个痛快 她呼出一口长气 动手吧 太姥姥 这最后一顿饭 你真的不好好享用 叶凡脸上依然保持着笑容 你故凶杀人 的确没有活路 无论如何 我都要用你的血来杀鸡锦猴 不然以后 还可能有人打我爹妈的主意 不过让你自食其果之前 我想要跟你好好了解一下 乌一象 比如你跟害猪的联系 比如你对乌一象的认知 叶凡道出自己的来意 当然 有乌一象其他线索 我也非常欢迎太姥姥嗤之以鼻 怎么 要报复乌一象 乌一象两次三番杀我 虽然失败了 还被我中创 但这还远远不够 叶凡神情坦然笑道 我不主动甩他一巴掌 给他一点教训 我心里总觉得不公平 叶凡 你虽然有能耐 也足够强大 但不代表 你能叫板乌一象 太姥姥冷笑一声 人家成千上万杀手 人海战术 好都好死你 我建议你还是 建好就收 好好防范 这样可以多活几年 主动出击 只会让你死得更快 乌一象高手 除了十二生效 还有四大金刚 左右护法 现任门主 你穷其一生 都难斗过 太姥姥瞥了叶凡一眼 你也别觉得不公平 这世道 什么时候公平过 谢谢太姥姥教会 叶凡心里 把乌一象架构 墨迹了一遍 接着又温和 看住太姥姥开口 我也知道 我现在势单力薄 确实难于对付 根深蒂固的乌一象 但匹夫也要挣扎 是不是 再说了 借乌一象这把刀杀了我 对太姥姥你们也是利好啊 起码给你们复仇了 难道你们心里希望 我长命百岁 富贵一生 叶凡笑声很是响亮 还给太姥姥 成了一碗鸡汤 我当然希望你死 可我也不想 把乌一象事情告诉你 太姥姥端起鸡汤润润喉 我都将死之人 为啥告诉你 乌一象秘密便宜 鸡汤灌入嘴里 唇香鲜美 让人感受到食物的美好 也让太婆婆留恋着人生 好处不少啊 不仅可以吃一顿好饭 还能留一个全尸 叶凡又给沈宝东夫妇 舀了一碗香喷喷鸡汤 我甚至可以把你们 葬入沈家的墓园 太姥姥神情微微一正 显然这有不小吸引力 不过私立一会 还是摇头 死都死了 葬哪里不是葬 他淡淡戏谑 而且人都死了 谁管死后的事情 不管死人的事情 那就管活着的人性命 叶凡似乎料到太姥姥的回应 伸手让沈东星拿来四张船票 然后一一摆在太姥姥他们面前 看在我母亲身上的 沈氏血脉分上 也为了给太姥姥一点念想 我只是把你们三人带下船 游轮一个小时后靠岸检修 太姥姥是要我 把第四张票的人找出来吗 叶凡手指点住一张船票 一票一亿 这张票 应该是你们命根子沈思成吧 太姥姥文言脸色巨变 叶凡 做人不要赶尽杀绝 沈宝东夫妇也是身躯一阵 筷子啪啪掉落在地 他们怎么都没想到 叶凡一直没有忘记沈思成的存在 太姥姥你刚才急于求死 也不过是希望早死早了结 用死来掩饰沈思成的存在 叶凡一语到处太姥姥心思 可惜沈家直戏有一个算一个 早就上了我的黑名单 他还是个孩子 你不能太狠毒 太姥姥吼叫一声 要杀就杀我们吧 要死你们可以自己决定 但要活 我说了算叶凡很乾脆 太姥姥 别废话了 拿出乌一象的线索 我留沈思成一命 不然我待会就抓他过来 我只跟亥主有点交情 我哪里知道乌一象线索 太姥姥脸色阴沉 而且人家是严密的杀手组织 怎么可能向我透露架构或机密 叶凡不置可否 换成别人 我相信 但对你 我不相信因为太姥姥你太精于算计太吝啬了 如乌一象没一点东西被你掌握 你会给他们那么多钱 没什么东西担保或者给你安全感 你不担心亥主收了你的钱玩消失 至于乌一象信誉损失 手机一关一换 你哪里找他们 又哪来损失 叶凡也不清楚 太姥姥对乌一象了不了解 不过他要给予乌一象一个重击 一时又无法从其他地方打开缺口 他只能在太姥姥身上做文章了 听到叶凡的话 太姥姥下意识沉默了 叶凡笑了笑 心中有数 对江横渡喊出一声 江会长 去请沈少过来一起吃火锅 江横渡转身要下船 叶凡 叶凡 你不能那样做 私承什么都不知道 什么也没参与 沈宝东夫妇见状忙拉住叶凡喊叫 你就给沈家留个香火吧 妈 你快说啊 你把知道的说出来啊 沈宝东又望向了太姥姥 是啊 我们可以死 私承不能死啊 张秀雪喝出一句 你真要沈家绝户吗 哎 听到沈家绝户四个字 太姥姥终于轻叹一声 她望着叶凡痛苦开口 港城 爱丽莎号邮轮 是巫一项五大宝库之一 里面存储住市值几百亿的黄金 第721章 奖会长情况恶化 从太姥姥嘴里挖到有价值线索后 叶凡就把他们交给江横渡处理了 而他像是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 跟宋万三 薛如意和黄天教他们吃饭叙旧 众人一聊就是半天 直到黄昏才各自散去 叶凡还想找朱长生和朱镜儿聊一聊 结果却发现朱长生恰好生之调走 去了龙都担任安全总署的担子 叶凡只好给他们发了一个祝贺消息 朱镜儿很快回了讯息 调笑以后同在龙都呼吸 接着又告知朱长生在开会 暂时不方便回电话 他晚一点会向朱长生汇报 同时 他把朱长生办公室号码留给了叶凡 可以让叶凡有需要的时候动用 叶凡闲聊了几句 然后就直奔机场 他准备今晚飞往港城 叮 赶赴机场途中 一个电话打入了进来 送红颜 叶凡看了一眼号码 拿起来接听孝道 严姐 晚上好耳边很快传来送红颜的悦耳笑声 叶凡太姥姥的事情搞定没有 显然他早已经了解事情 叶凡也没有隐瞒 他们得到了该有的归宿 那就好送红颜声音轻柔 听说维多利亚游轮搞出不小动静 有没有什么麻烦 需不需要我帮忙 他轻声提醒着叶凡 在南陵 宋家还是能做不少事情的 动静确实不小 伤了金文都 废了黑罗沙 还压了路青 叶凡笑着回应 一地鸡毛 不过我能够解决 暂时不麻烦宋老了 宋红颜也没有过多坚持 他对叶凡一向充满着信任 行 你捏着分寸 需要什么资源就支一声 反正宋氏也是你的家 对了 我在天城陪着叔叔阿姨呢 你什么时候回天城 宋红颜奄然一笑 回来了 抽几天时间 陪我公公婆婆去走一走 散散心 叶凡惊讶不已 你在天城啊 在啊 你前脚刚走 我就来了宋红颜悠悦一声 你还好意思说 我还没责怪你呢 你不顾风险 跑去营救沈红秀就算了 还不及时告诉 我公公婆婆昨晚受到惊吓 更是一个人连夜跑回天城处理 让我没第一时间过来陪伴 害我形象在二老心中 大打折扣 他哼了哼 幸亏我力挽狂澜 说服了 二老 将来几天有我好好照顾他们 叶凡无奈笑一笑 我这不是体谅你吗 你不仅要开发八号地皮 还要执掌不爱医院 销售红颜白药 我能摆平的麻烦 就尽量自己搞定 你现在手头一堆事情 真没必要去天城陪着二老 宋红颜的义无反顾付出 让叶凡心里多少有点压力 不知如何偿还这女人恩情 宋红颜声音轻忧而出 再大的事情 也不如二老心情重要 他们遭受重大惊吓 虽然表面上没什么 但心里肯定有阴影 不及时开导或者消散 会抑郁症的 今天午休 我家婆婆还突然在睡梦中吓哭了 把身子卷缩成一团 还喊着不要伤害你 如非我及时安抚她 都不知她吓成怎么样 宋红颜语气带着一股子坚定 你就不要管我了 安心做你的事吧 二老我会照顾好的 听到母亲这个样子 叶凡心里一阵难受 知道薛无明带来的冲来 一时半会消不了 这让她对宋红颜又多一丝感激 有她陪着母亲 相信母亲会很快走出阴影 只是牺牲了宋红颜的时间和精力 那你就帮我照顾几天 叶凡神情犹豫着开口 我尽快处理完港城事情 回去宋红颜微微惊讶 你去港城 太姥姥给了一个乌一项线索 叶凡对宋红颜没有隐瞒 港城有乌一项一个据点 不 准确的说是 金库他把市值几百亿的黄金仪式说出来 乌一项要做千年品牌 深知盛世古董乱世黄金 这个世界一旦动乱起来 存在银行的钱就是一堆废纸 物业也是一堆水泥 唯有黄金保值 所以他们很多年前就定下规矩 为雇主杀人 要么天大人情 要么万两黄金 一万两黄金 六百多金 一个多一乌一项在港城的金库 汇聚了神州地区三十年来的目标赏金 差不多四百个目标 几百个亿 一百多吨的黄金 全部藏在爱丽莎号 乌一项三番两次对付我 我不把他这个宝库端了 怎么对得起我自己 叶帆语气带着一抹炽热 原本只是想断一个据点 杀几十号杀手泄泄愤 结果却得到宝库之一的消息 一个宝库就一百多吨黄金 五个宝库岂不是六百吨 宋红颜文言也感慨一声 这乌一项真是疯狂啊 几千亿资产不算什么 毕竟一个送外卖的公司 都市值六千亿 但六百吨黄金却吓死人 能排世界储备前十 我现在头疼的是 怎么消化掉这一百吨黄金 叶帆无奈揉揉脑袋 是折线 还是运回来一百多吨 一时很难折线宋红颜 帮叶帆分析起来 但运回来风险也大 一旦被发现 很容易被群起而攻之 这样 你先想法子把它拿下 我跟韩老他们 好好商量一下 到时看看能不能运去别的国度 换钱换房 换地皮送红颜的语气 变得玩味起来 韩老他们在境外 还是挺多路子的 叶帆轻轻点头 这也是一个法子 拿着一批黄金 去境外搞房地产 或者港口 还是挺划算的 哎呀 不好了 送红颜突然惊呼一声 给我婆婆熬的粥糊了 叶帆 我先忙了 你到了港城安顿下来后 告诉我 我派一对人手 听候你拆遣 说完之后 他就啪一声挂了电话 这女人 叶帆苦笑摇摇头 正要把手机揣入口袋 却听到又是一阵 嗡嗡震动 他拿起来刚刚放在耳边 很快传来 原轻易温柔 却焦急的声音 叶帆 不好了 蒋会长情况恶化 第722章航班冲突 叶帆九点抵达南陵机场 但因为港城机场有变故 他直到凌晨四点 才上飞机 虽然一个晚上 没怎么睡 但叶帆却没什么睡意 只是把港城事情过了一遍 未来半个月 估计都要在港城度过 除了帮原轻易 医治蒋会长外 还有就是弄走 乌衣像宝库 以及保护唐若雪 他想到原轻易的电话 蒋会长病情突然恶化 不仅生命指数严重下降 还陷入了深度昏迷 叶帆估计 这又是一场硬仗 推敲完这些事后 叶帆又用手机 跟蔡灵芝联系了 让他派人盯着 爱丽莎游轮之鱼 顺便给自己找个落脚点 尽管他知道 袁清一会给自己安排 但叶帆将来 要跟乌衣像碰撞 所以角途三窟 让自己多个据点 蔡灵芝迅速做出安排 还给了叶帆一个联系号码 让叶帆能够最快速度 调动港城的情报小组 安排妥当后 叶帆才松一口气 然后闭目养神 等叶帆再度睁开眼睛 已经是七点多了 航班进入了港城上空 还有十分钟就到机场 三百多名乘客 开始宣杂起来 准备收拾随身物品下机 叶帆起身去了一趟洗手间 用冷水简单洗漱了 让自己更清醒 当他返回座椅上 一个香水浓郁的辫子黑人 从他座椅走过 脚步踉跄 触碰了叶帆的胯包一下 接着 他就头也不回地 向洗手间走去 站住 叶帆没有给对方离开 伸手把他扯了回来 把东西还给我 尽管辫子青年速度极快 但叶帆依然能够看到 他触碰自己胯包时 把钱包偷走了 叶帆平时很少带钱包 一般都用手机支付 但去港城担心使用不便 所以临时取了两万 你干什么 辫子青年色力那人吼道 你拦着我上厕所干什么 他努力想要逃离原地 可怎么都无法挣脱 叶帆的手 叶帆冷冷开口 拿来不是港城人 再度确认叶帆口音后 辫子青年神情放松起来 拿出一个口香糖咀嚼起来 小子 我告诉你 我是你杨大爷 不要招惹我生气 不然我一拳把你打死 信不信 他嚣张跋扈挥舞着拳头 有多远给我滚多远 听到这里争执 附近不少乘客看了过来 叶帆语气淡漠 偷我钱包还这么猖狂 偷你大爷 我是杨大爷 我是高素质的人 我怎么可能偷你钱包 辫子青年气势汹汹 我告诉你 这里是港城 是讲法制的地方 滚灰你愚昧的乡下呆住 你爹妈难道没有教你 一等洋人 叶帆没有再废话 直接一巴掌打了过去 啪 一声脆响 辫子青年惨叫不已 捂住脸颊摔倒在地 见到这一幕 几十个凑热闹的男女 瞬间炸了 一个个一份填膺 指着叶帆吃马 年轻人 你干嘛打人 谁给你全力打人 一看就是内陆来的 我们港城可都是礼貌的人 绝不会这样野蛮 你知不知道 你这一巴掌 会让多少友邦人士寒心 你这是在港城航班动手 给我们港城人抹黑 道歉 马上道歉 七八个西装革履的男子 控诉住叶帆 十几个黑衣青年 卷起袖子 要收拾叶帆 还有几个女人 一边搀扶辫子青年 一边心疼得要流泪 同时柳梅倒树 怒视住叶帆 一个香巴佬 凭什么打香喷喷的 友邦人士 叶帆冷笑一声 他偷我手机 还反咬我一口 我收拾他不行吗 一个眼镜中年男 昂起脖子 我们没看到他偷手机 我们只看到你打人 无法无天 一个短裙女人 也喊叫起来 对 只有你打人 没有偷东西这事 你不要诬陷黑人小哥 其余人也都嗤之以鼻 黑人小哥长得一表人才 气质非凡 怎么可能偷你香巴佬手机 白痴 叶帆无视众人的群情汹涌 一把推开几个人 然后扯过被人搀扶的 辫子青年 左手一伸拿出自己手机 手机屏蔽 正是叶帆的照片 傻子也能一眼看出 辫子青年是小偷 全场本能一记 几十人脸色发烫 不过短裙女人 他们很快又叫起来 那又怎么样 就算黑人小哥 不小心拿了你的东西 你也没资格 对他喊打喊杀 小偷难道没有尊严吗 小偷就能随便删耳光吗 你以为是 你乡下随便处置人 这里是讲法律的 你必须给我们一个交代 一群人颠倒黑白 继续斥责叶帆 辫子青年幸灾乐祸 看住叶帆 一群白痴叶帆 扫视短裙女子 他们冷笑一声 要我给你们一个交代 你们算什么东西 短裙女子大义凛然 抗拒暴力 维护法纪 人人有责 保护小偷 围攻施主 就是你们所谓的维护法纪 叶帆一把推开短裙女子喝道 离我远一点 我不喜欢有没花病的人 靠近我没花病 全场又是一技 几十号人下意识远离短裙女子 黑人小哥也跳开两步 短裙女子气急败坏喊道 你说谁有没花病 皮肤大量 二到五毫米直径的小丘枕 还为机智坚硬的红铜色 叶帆毫不客气打击 淋巴肿大 头皮斑驳灵蟹 这不是没花病 二期是什么 众人文言再度齐齐后退 跟短裙女子拉开了距离 你胡说 短裙女子尖叫一声 随后就转身跑开了 眼镜男看不得叶帆嚣张 年轻人 你太不是东西了 当众保人家隐私 你 闭嘴 眼镜仔叶帆 不给对方半点面子 你们颠倒是非 就是东西了 我最讨厌你们 这些虚伪的货色 在必必 休怪我告诉大家 你断绣之痞 而且你因为无能布局 一直只能担任 瘦的角色 就因为他不是本地人 这些人就会反对而反对 叶帆当然也不会 给他们好脸色 你 眼镜男气愤不已 不可理喻 不可理喻 虽然愤怒憋屈 却不敢对抗叶帆 因为叶帆一针见血 他真的无能了 只是他没有罢休 而是恨恨看住叶帆 小子 等住 我陆坤不会这样罢休的 第723章还没较眼 上午8点 航班降落在港城机场 因为机场发生一起火灾 叶帆他们又等了半个小时 才下机 或许是等待太久 众人全都急匆匆 挤上百度车 眼镜男更是一马当先 站在了车子最前面 黑人小哥也拿着手机 鸡里呱啦 余光还恶狠狠描着叶帆 好像要叫人打叶帆一样 五分钟后 百度车抵达博街口 叶帆他们登上出入镜 站住 几百名乘客一一检验 近百人很快被放行 轮到叶帆的时候 却被一个女职员拦下 接着叶帆被请到旁边桌子 进一步检查 叶帆描了对方工作正一眼 司徒灵 不少乘客对叶帆 头去鄙夷和审视的目光 毕竟只有存在问题的人 才可能被出入镜 职员栏下详细检查 短裙女子 他们幸灾乐祸 眼镜男子 对司徒灵竖起大拇指 不愧是我表姐 做事就是够效率 手机密码写出来 在旁边桌子 几名职员不断翻看着叶帆行李 检查他有效证件 搜查衣服鞋袜 最后 他们还要叶帆交出手机密码 翻看他里面的邮件和资料 比起叶帆的遭遇 黑人小哥畅通无阻 与职员不仅没有详细查看他证件 还点头哈腰 关心他脸上的红肿 先生 麻烦你快点把密码交出来 在叶帆扫尸黑人小哥顺利通关时 司徒灵正重重敲击着桌子 不耐烦向叶帆发出一个指令 交出密码 叶帆看住狼藉一片的行李箱 轻轻拉开一张椅子坐下 找一个能够做决定的人过来 几名职员微微皱起眉头 一脸不屑看住叶帆 这家伙口气那么狂 竟然开口就要负责人过来 把自己当成高高在上的大人物了 他们见识过不少牛哄哄的科举干部 也是动不动就要负责人过来对话 结果被他们训得跟孙子一样 一个身家几十亿的白富美 被他们翻来覆去检查 还脱衣服 折腾的都快崩溃了 结果连屁都不敢放 于是司徒林女冷笑一声 有什么事情可以跟我们讲 我们完全能够做主 另一个刘海女人也是满脸不屑 就算你是富少观少 我们也一样可以做主 我劝你最好配合一点交出密码 我们要仔细检查你的手机 看看有没有胡乱拍摄什么 其余职员也都相似玩味笑容 显然对叶帆这种景底之蛙看多了 八成是什么自我狂妄的爆发护子弟 既然你们可以做主 那我就给你们做主 叶帆手指勾一勾 把我手机拿过来 我打个电话 哟 打电话哦 大人物啊 司徒林职员嗤之以鼻 要打去龙都 还是打去你们村长办公室啊 几个同伴双手抱在胸前笑了起来 看戏的眼镜男他们也都满脸唏嘘 敢在这里撒野 叶帆也不看看自己够不够底蕴 司徒林把手机丢回 给叶帆嘲笑 打 尽管打 搬来的人 能让我们不检查你手机 我们跪下来叫你爷 几个人也都等着叶帆打电话 想要看他怎么装枪做事 叶帆拿起手机按下免提键 把朱镜儿给自己的号码输进去 电话另端很快传来一句 你好 你拨打的号码是空号 司徒林几个女职员一阵哄笑 空号 还装 叶帆先是一愣 随后一拍脑袋把最后两个数字调过来拨打 电话这次打通了 传来一手红色调子 司徒林几个不以为然 但一个恰好带着手下巡视到这里 身穿白色制服的中年女子 却是脸色巨变 等红色调子停止 电话传来一个标准女生 你好 神州安全总署专线室 请输入身份确认密码 司徒林他们嘴角牵动 脸上带着哑然 似乎没想到 叶帆跟安全总署有点关系 随后审视叶帆的他们又扑斥笑了出来 装 继续装 你这个 肯定是跟你同伴玩双簧 你这样的人能打进安全总署 那我们就能打到神州一环 司徒林他们撇撇嘴 认定电话令端是唱双簧的叶帆同伴 得了 别打了 赶紧交出手机密码 司徒林斜眼看着叶帆嘲讽 这样有意思吗 嘟嘟嘟 这时 叶叶帆又伸出一根手指 在屏幕上轻轻点了几个数字 华物员这次传来恭敬的声音 你好 身份确认完毕 你的身份级别为一级 请问博街何处专线 叶帆淡淡开口 朱长生急匆匆跑过来的中年女子 差点摔倒在地上 她是机场安全署的最高负责人 或经国 今天例行到各个出入口巡视 一过来就听到安全总署的调子 别人认不出来 但她知道那是内部调子 一般人根本打不进制的专线 接着她更是听到朱长生三个字 虽然港城特殊 很多本地人也有优越感 但或经国之道那就是自嗨 天下之大 莫非王土 她的任命书最后一道程序 都要安全总署盖章 所谓的优越感不过是一种自我麻痹 所以面对叶帆这种直达朱长生的主自然凝重 小兄弟 我是霍金国 机场安全署负责人 霍金国焦急地跑到叶帆面前 下面的人不懂事乱搞 还请你多多包涵看到这一幕 司徒林他们啊了一声 一个个傻眼了 他们怎么都没想到 高高在上的顶头上司 对叶帆这样一个香巴佬低声下气 要知道霍金国可是男人婆 也是港城安全署最有前途的人 战绩辉煌 背靠霍家 铁定下任分署长 可就是这样一个人 对叶帆点头哈腰 凭什么 难道叶帆刚才打的安全总署 真是安全总署 而不是模拟出来的 想到这里 他们眼皮直跳起来 喂 就在这时 电话接通了 传来朱长生爽朗的笑声 叶老弟 早上好 这么早给我电话 有什么事可以要帮忙的 朱长生一如既往热情 有什么事尽管开口 咱们哥俩谁跟谁 没什么 就是想要恭贺一下 朱大哥高升 叶帆看住或金国 意味深长笑了笑 顺便夸赞一下 港城机场安全署的工作到位 不仅查行李 查衣服 查鞋子 还要拿手机密码 查邮件 查通讯录 比起看都不看黑人小哥 证件的态度 这些职员工作 实在够到位 够细致 尼码 这是夸吗 免礼藏针啊 霍金国冷汗瞬间流淌了下来 司徒灵他们见状 也都目瞪口呆 呼吸也微微一致 他们怎么都没想到 叶帆打进去的 真是安全总署 还搬出顶头上司的顶头上司 他们脸色煞白起来 身躯也不断颤抖 是吗 朱长生轻叹一声 这是跪太久啊 朱先生 我是霍金国 不好意思 我的错霍金国马上开口 我会给叶先生一个交代的 请朱先生给一个机会 朱长生笑了笑 霍小姐有心了 行 我弟弟就交给你照顾了 朱先生放心 我一定尽心 啪啪啪 霍金国也是一个浅脆之人 不带朱长生回应 二话不说 就十几个耳光甩过去 耳光又快又狠 打得司徒灵几个啪啪作响 他们脸颊很快红肿起来 碰 最后 霍金国更是一脚踹翻 把司徒灵踹翻 司徒灵装容花了 嘴角还流血 模样无比凄惨 霍金国转身望着 叶凡恭敬开口 叶先生 这交代够不够 不够 叶凡淡淡一笑 还没跪下教爷呢 第724章 班值有问题 教训完司徒灵他们之后 叶凡就在霍金国恭送中 离开机场 他刚刚走到 跟袁青衣约好的门口 就看到一辆保时捷 停在等待区 车旁看住一个年轻女孩 手里拿着一个牌子 写着叶凡的名字 和手机后三位 女孩20多岁 大学刚毕业的样子 穿着黑色风衣 黑色丝袜和黑色长靴 看起来很是时尚和娇媚 虽然她脸上遮着一副蛤蟆镜 但装扮和身材足够吸引人 让很多声口侧目 在叶凡微微诧异 不是袁青衣出现时 发现手机多了一跳讯息 袁青衣因为要守着蒋会长 加上航班时间一再变化 所以她就让一个闺蜜女儿 来接叶凡 上面有对方名字和手机号码 叶凡无奈笑了笑 多少猜到袁青衣的心思 固然无法从蒋会长身边走开 但也有撮合自己跟她侄女之意 叶凡念叨了一句 唐颜希 似乎听到了自己名字 唐颜希微微皱起眉头 走过来审视叶凡一番 你是叶凡 青衣阿姨请来的医生 叶凡为了安全和无一项考虑 特意叮嘱袁青衣隐瞒自己来历 只挂一个中医名号 叶凡点点头 没错 我是叶凡 你是唐颜希 你怎么现在才来啊 知道我等了多久吗 确认叶凡身份后 唐颜希止不住埋怨到 我时间很宝贵的 她昨晚参加一个宴会 折腾到四点才睡觉 然后就被袁青衣叫醒来接叶凡 结果七点多就来这里等了 足足等了两个小时 心里难免不爽 而且听袁青衣的那个意思 好像有撮合两个人的意思 这让唐颜希非常不高兴和抵触 毕竟叶凡看起来 怎么都跟富二代绝缘 青衣阿姨是要嗨自己啊 唐颜希对叶凡 自然没有过多的好感了 叶凡倒是不知道 短短的这么一小会儿功夫 唐颜希已经想了很多了 上车吧 我送你去见青衣阿姨 她在潜水别墅看到叶凡一言不发 唐颜希认定叶凡没见过世面 不敢面对繁华都市 不敢面对光鲜艳丽的她 所以她失望地摇摇头 打开车门钻了进去 叶凡笑了笑也坐进去 唐颜希一脚踩下油门 然后直奔潜水别墅而去 叶凡没有浪费手机 拿出手机翻阅讯息 随后又寻找爱丽莎号所在位置 很快 她就获取了足够的讯息 爱丽莎号是一艘巨大邮轮 不过很少开出去 基本当作酒店专用 当然 她招待的客人全都非富即贵 还多是外籍人士 叶凡消化着她的资料 当叶凡抬起头的时候 车子已经行驶在海边大道 视野一片开阔 叶凡眼睛微微眯起 她看到前方有几艘邮轮酒店 其中一艘正是爱丽莎号 上面九层 下面六层 可以容纳三千多人 恢红 大气 还极尽奢华 接着 车子又拐入一条山道 叶凡眼里又映入一栋庞大别墅 环境清幽 背靠大山 面朝大海 别墅后援正对的 恰好是爱丽莎号邮轮 双方直线距离 估计也就1.5海里 叶凡心里微动 别看了 那是首富货家的产业 唐延熙看到叶凡 坐着身子 认真审视着那栋庞大别墅 她就嘴角勾起一抹 鸡巢糊涂 她叫紫园 港城最昂贵的别墅 也是货小姐的私人府邸 价值28亿呢 她打击着叶凡 你一辈子 不 十辈子都买不起嘛 叶凡笑了笑 我要这别墅 一个电话的事情 呵呵 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唐延熙对叶凡再度摇头 这是把牛吹死的节奏 一个电话就能要这别墅 把自己当货家主示人啊 不过她也懒得在出声 踩着油门直奔潜水别墅 准备把叶凡送到就走人 以后找到机会 还要劝告袁清一 不要跟叶凡这种狂妄人来往 至于叶凡给蒋会长治病 唐延熙彻底不当一回事 九成九是袁清一 死马当活马一 十分钟后 车子抵达一栋80年代的别墅门口 唐延熙跟守卫打了一个招呼 然后就把车子开了进去 很快 她就抵挡主建筑门口 清一阿姨 人接下来了 我有事 先走了在叶凡钻出车门时 她就一踩油门跑掉了 延熙 延熙 一身黑衣的袁清一 带着七八人从大厅走出来 发现唐延熙已经消失无影 就止不住摇摇头 这傻丫头 接着她又嫣然一笑 向叶凡迎接上来 叶凡 一路辛苦了 对不起 让你这样奔波 她已经知道 叶凡跟乌一向冲突 手头也一堆事情 所以对叶凡到来无比感激 叶凡笑了笑 夫人 没事 咱们是朋友 不用太客气 延熙这孩子 其实心地不错 就是心高气傲 袁清一亲自上前帮叶凡提行李 你多多走动 就知道她性格了 唐延熙是她闺蜜女儿 袁清一希望她能拿下 叶凡这只优质骨 之所以有拉鸳鸯配的念头 是袁清一想要扼杀自己内心深处 一丝不该有的念头 几个跟随和庸人看到袁清一对叶凡这么好 眼里都有一抹难于掩饰的惊讶 毕竟袁清一向来冷艳 很少看她如春风一样温柔 夫人 客套话先不说了 叶凡笑容旺盛白白手 你不是说蒋会长情况恶化吗 先带我去看看她 袁清一奄然一笑 早上施旧一番 她情况虽然没有好转 但也暂时稳定 你要不要先休息 不用了 叶凡轻轻摇头 等看过蒋会长再休息吧 好 这边请袁清一也不再扭念 微微侧手邀请叶凡进来 叶凡跟住她走向蒋会长的房间 没多久 叶凡就踏入二楼一间扩大卧室 门窗通风 还有排气山 空调也徐徐吹着 可叶凡一进去 就感受到一股彻骨的凉意 一股类似棺材底部的阴冷 接着 叶凡又看到一个中年男子躺在大床上 面容消瘦 口鼻发黑 眼神深陷 盖着被子一动不动 如不是微弱的胸膛起伏 叶凡都要以为是一句前尸 但不知道为什么 这句前尸一样的躯体中 叶凡又感受到一股澎湃生命力 好像一股力量随时要火山爆发一样爆开 袁清一低声一句 叶凡 她现在完全昏迷了 怎么叫都醒不来 她与其带着一丝悲伤 但更多是绝望后的麻木 我看看叶凡在床边坐了下来 伸手给蒋会长把脉 她刚刚拿住蒋会长手腕 目光就落在她的浴室班纸上 叶凡问出一句 这浴室戒指是谁送给蒋会长的 这戒指是帝王绿打造 是苗金戈几年前送给蒋会长做班纸的 袁清一解释一句 蒋会长喜爱无比 这些年一直戴着 怎么 这戒指有问题 so 话音刚落 蒋会长疼的坐直 两眼空洞 一手直抓叶凡喉咙 第725章难于抵挡 什么 看到蒋会长抓向自己后心 叶凡脸色微变 身子一弹 几乎是她刚刚从床边挪开 蒋会长的手指就一抓而过 凌力炽热 袁清一看到这一幕下意识惊叫 显然她没有想到 深度昏迷的蒋会长会坐起来 还会动手袭击人 夫人 小心 没等袁清一惊呼落下 叶凡就一把拉住她后撤 轰 几乎同一时刻 蒋会长从床上弹起 重重踩在袁清一站过的地方 咔嚓一声 红木地板瞬间碎裂 不少碎片打在蒋会长的小腿 她却一点感觉都没有 好像完全失去了痛觉 叶凡凝聚目光望向蒋会长 只见她双眼从空洞变成火红 肌肉也好像受到刺激 跟蛤蟆一样膨胀不少 后背 更像有义务不断起伏 当然 最让叶凡眯眼的是 蒋会长的阴寒变成了炽热 全身散发着火焰喷出的热浪 让人莫名感受到窒息 接着叶凡感到一股熟悉感 好像在哪里体会过这种炽热 袁清一扯着叶凡 注疾问道叶凡 他怎么了 蒋会长怕是中了什么鼓毒 这个鼓毒让他丧失理智 身体被控 动作敏捷 力量无比 叶凡做出一个判断 见人就杀他猜测 八成是苗金戈搞的鬼 鼓毒 袁清一闻言又是一声惊呼 啊 听到袁清一的尖叫 蒋会长又猛的一窜 一爪抓向袁清一脖子 砰 叶凡右手一抬 把蒋会长手腕隔开 这一碰撞 蒋会长登登登退了三步 叶凡也多了一丝疼痛 不是蒋会长力量惊人 而是对方身体太烫 刚才触碰 叶凡好像是摸了煮开的火锅一样 只是他没有过多震惊 捏出银针刺向蒋会长身体 同时向袁清一他们吼道 腿出去 腿出去 袁清一忙带着几个保镖和庸人撤后 叮叮叮 面对十几枚银针刺过来 蒋会长双手一挡 硬生生挡住了叶凡攻击 银针全部刺在蒋会长手臂 叶凡正要再下三针僵硬对方手臂 却见蒋会长吼叫一声一握拳头 银针全部崩飞出去 蒋会长还顺势扫出一脚 靠 叶凡挥手打掉反射过来的银针 身子移纵向后一跃 避开蒋会长的雷霆一脚 蒋会长怒吼一声 再度挥拳砸向叶凡 叶凡一时束手无策 只能迅速退出门外 还顺手把房门关上 卧室太小难于周旋 而他又无法击杀蒋会长 只能退出再做打算 门刚刚关上 叶凡又听到一声震颤人心的吼叫 砰 就在叶凡和袁清一在一楼会合时 只听房门一声巨响 接着一片木屑飞扬 后市房门硬生生被人扯断 让叶凡他们止不住震惊 一阵灰尘翻滚 蒋会长举着几十斤的木门 吼叫住冲到了二楼栏杆旁边 呀 没等叶凡他们反应过来 蒋会长猛的一抛 木门瞬间冲人群砸了过来 袁清一想要一脚踢飞 叶凡喝出一声退后 他扯着袁清一再度后退 袁氏保镖和庸人也四散躲避 轰 话音刚刚落下 木门就一声巨响 砸在袁清一刚才站立的地面 瓷砖破碎 木门崩裂 袁清一倒吸一口凉气 幸亏没有硬碰硬啊 不然这次要吃不小的亏 在叶凡也暗呼这家伙的力量恐怖时 就见蒋会长脚步一挪从楼上扑飞而下 叶凡没有太多思虑 一脚踹在一张椅子 椅子搜一声砸向蒋会长 蒋会长没有躲避 拳头一冲 砰 一击脆响 椅子被他一圈打爆 四分五裂掉在地上 不过蒋会长也身子一共亮呛 重心不稳半跪在地板上 袁清一喝出一声 按住会长 十几个元氏保镖冲了上去 缠住蒋会长想要束缚他 结果却怎么都无法把蒋会长压倒在地 啊 叶凡正要上前帮忙 却见四五人惨叫一声 纷纷松手从蒋会长身上弹开 一个个掌心烫红 起了不少泡泡 叶凡一愣 怎么会这样 啊 身上重量一轻 只听蒋会长吼叫一声 双臂猛的一掀 七八人跌飞出去 倒地后 一个个也是呲牙咧嘴 不是脸颊烫伤 就是双手溃烂 大爷 叶凡眼皮直跳 这蒋会长难道是火葫芦娃转世 袁清一语气焦急喊道 拿麻醉枪 拿绳子 快 虽然他不知道蒋会长怎么了 但知道此刻必须把他束缚住 不然就要出大事了 在袁氏保镖去拿麻醉枪和绳子 叶凡只见蒋会长一扭脖子 他杀气腾腾盯着叶凡 要追杀自己 叶凡心里止不住戈登 嗖嗖嗖 下一秒 蒋会长气势如虹冲向叶凡 好似发了疯的野兽 砰砰砰 叶凡没有硬碰硬的直对气风 平级身体灵活 在数百平方的大厅挪移躲避 期间还把能够利用的物体连连踹出 逼得蒋会长冲锋身形迟缓 蒋会长见叶凡难于捉拿 神情变得更加愤怒 拳头连连轰出 把砸来物体全部打飞出去 原本奢华的大厅瞬间变得面目全非 无奈叶凡实在太灵活 蒋会长满屋子打转 却碰不到叶凡 原轻衣他们拿来绳子和麻醉枪 但都被蒋会长敏锐躲避 蒋会长的反应快得不像话 啊 一直杀不了叶凡 蒋会长更加愤怒 躲避开几记冷枪后 他就忽然脚步一挪 掉头扑向一名持枪者 叶凡立刻一句 小心可是太迟了 蒋会长右手一探 拍飞一名原始保镖的麻醉枪 随后破掉所有防守 拉住了对方的脖子 他的额头毫不留情 猛击黑衣汉子的面孔 啪 一声脆响 原始保镖的口鼻 瞬间喷出一口鲜血 感觉到自己脑袋都要开花了 几名同伴拿着绳子套过去 却被蒋会长一把扯飞 接着蒋会长拿绳索一扫 五六人惨叫摔了出去 原轻衣一个飞跃 踢在蒋会长的背部 却被后者硬生生震飞 他还伸手一探 揪住退后的原轻衣脖子 混蛋叶凡见状脸色巨变 一个剑步冲前 他一拳砸向蒋会长的背部 轰 见到叶凡靠过来 蒋会长吼叫一声 身体猛的一旋 一个转身 反肘硬是突破叶凡的封锁 肘间无情撞向叶凡的脑门 原轻衣交互一声 叶凡小心 叶凡眼睛微微一眯 手掌一抬 一掌挡肘 挡了蒋会长这一反肘 只是就这么一挡 叶凡马上眼皮一跳 无比灼热 好像烧火棍一样 叶凡本能缩手 这一缩 蒋会长就压了过来 第726章原轻衣的一刀 砰砰砰 凶猛的拳头像是炮弹一样点出 如水银一般无孔不入的叶凡笼罩过去 虎虎风且毫不停滞 叶凡眼皮直跳 双掌伸出 连连拍打 硬住头皮封住蒋会长水银般的攻击 叶凡发现 蒋会长身体很是僵硬 但他的速度和力量却超出常人 所以弥补了一切不足 拳掌不断相交 发出一剂剂闷响 叶凡无法下杀手 一时又控制不住 只能化解对方攻势 如此一来 他双掌很快变得通红 还多了几个水泡 不过这也让叶凡心里一动 他想起在谁的身上感受过炙热了 苏西尔 当初唐若雪带苏西尔过来找叶凡救治时 苏西尔身上也有相似的这种滚烫 好像身体有火焰源源不断燃烧 这让叶凡心里一动 他有了更深层次的猜测 杀 蒋会长忽然吼叫一声 放弃拳弓 右手一伸 想掐叶凡的脖子 叶凡向侧偏头闪过 蒋会长一脚横扫过来 呼 叶凡脚步一挪躲开 随后猛然暴射之前 一拳狠狠冲出 雷霆万军 一拳轰出 硬碰硬 砰 两个拳头在半空相撞 发出一记刺耳阵响 蒋会长蹬蹬蹬退出三步 几乎要仰面翻倒 叶凡这一拳与之前的不同 表面上看起来视频直击来 力道却是向下的 让蒋会长失去身体重心 这让他气血翻腾不已 胳膊麻木的几乎抬不起来 叶凡也退后了半步 呲牙咧嘴吹着拳头 蒋会长反扑了上来 搜一声就到眼前 同时挥出了一拳 叶凡双手一挫 挡住对方这一拳 身躯向后退了机敏 搜搜搜 几乎同一时刻 袁清一打出一个手势 几根绳索套了过去 缠住了蒋会长上半身 蒋会长扯住绳索双臂晃动 几名员是保镖躲避不及 被掀翻在地 很是狼狈 随后 蒋会长扯住三根绳索 吼叫一声四处挥舞 绳索呼啸作响 叶凡他们本能厚仰 绳索贴着他们脸颊扫过 砰 被扫中的物体应声碎裂 墙壁也多了不少痕迹 粉末碎裂落地 尘埃飞扬 砰砰砰 发泄住力量的蒋会长 受性大发 狂风骤雨挥动绳索 在深周留下一道又一道杂痕 触目惊心 家具也一个个断裂散架 像被推土机碾压过一样 蒋会长气势如虹 好像一头失去理智 又永不疲倦的野兽 把原室保镖和庸人 一个接一个打趴在地 袁清一也被他打了几拳 吐出一口血趴在地上 碧气锋芒 众人还感受到 大厅的温度升高不少 砰 蒋会长踹飞最后一个保镖后 又对住挣扎起来的袁清一冲过去 他还扯着绳索前行 似乎要把袁清一吊死一样 So 叶凡虽然也趴着 但一直盯着发疯的蒋会长 看到他要对袁清一下手 叶凡就像是兔子一样窜了出去 在蒋会长扭头望过来时 叶凡左手猛的一伸 将绳索稳稳抓在手里 随后 叶凡猛的一扯 急着蒋会长的力量转到背后 力量吐出 排山倒海 啊 蒋会长闷哼一声 脚步一滑 有点重心不稳 枪枪亮亮前冲 叶凡趁着这个机会 左手猛的一圈 又在蒋会长双腿绕上一圈绳索 随后膝盖一顶对方背部 接拉力把蒋会长身体后仰 叶凡没有停歇 一甩绳索 绳索在楼梯扶手缠绕一圈 蒋会长怒吼一声 双手扯住身上绳索 想要把他硬生生扯断 So 趁着这个机会 叶凡一个月身而起 像是倪秋一样来到前面 两脚踩在蒋会长身上 是大力尘 挨了这两脚 身躯已向后微扬的蒋会长 虽然不至于丧命 但还是喷出一口鲜血 接着 他又被勒住胸口的绳索向后扯 双脚再也无法站稳 仰面倒下 砰 滚烫的身子砸在地面 整个地面都似乎震产 叶凡没有浪费这个机会 捏出十几枚银针刺了过去 啊 这针一刺 蒋会长身躯一震 接着吼叫起来 这一吼叫 好似宣泄囚禁多年的压抑 又像是发颠发狂的变本加厉 袁清一惊呼一声 叶凡 咔嚓 在叶凡要落下最后一针时 蒋会长硬生生绷断绳索 双手抬起掐住叶凡脖子 叶凡皮肤瞬间一红 表情也不受控制扭曲 噗 就在这时 一记锐响 一刀没入蒋会长的后心 蒋会长双手松开 直挺挺躺了回去 叶凡扭头一看 握刀的人 正是翘脸惨白的袁清一 全场一下子安静了下来 无论是叶凡 还是庸人保镖 全都看住死去的蒋会长 眼里都是震惊 谁都没有想到 蒋会长就这样死了 更没有想到 他会被袁清一背后捅了一刀 袁清一估计也没想到 所以翘脸苍白如指 随即丢掉匕首 一把抱住蒋会长痛哭 会长 一股悲伤和压抑 瞬间弥漫整个潜水别墅 两个小时后 原始别墅重新恢复了安静 只是比起昔日的沉闷 现在要窒息很多 蒋会长死了 这一个消息带来的冲击 是蒋会长病了的一百倍 也注定会吸引无数人的目光 而且蒋会长 是死在袁清一手里的 这注定会让龙独五盟局势 更加按波汹涌 来 喝杯牛奶压压经 下午四点 叶凡走入临时停放尸体的偏厅 把一杯热好的牛奶 递给了袁清一 人死不能复生 别想太多了 你哭了差不多一个小时 该去房间歇一歇了 不然会伤身体的 虽然叶凡心理也很遗憾 只要自己再下一针 就能彻底掌控蒋会长癫狂 他掐住自己脖子的双手 也会无力 可叶凡也明白 袁清一痛下杀手 是担心自己安全 此刻如果自己责备 或者惋惜 那就太不尽人情了 何况比起自己 袁清一更加伤心 毕竟那是他的丈夫 我 我真没想杀他 袁清一捧着牛奶 我只是本能想要 制止他伤害你 没想到就把刀捅 进他的后心了 他眼泪流淌了下来 说不出的悲凉 还有无法掩饰的自责